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午安 立吉馬颱風今天下午2點鐘的位置 已經來到台北的北北東方 大約是240公里的海面上 我們預計今天下午之後 它就會逐漸的向西北 再遠離台灣的過程當中 所以今天下午跟晚上這段時間 可能天氣上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可能要跟大家做個重點的說明 第一個就是整個下雨的情況來講 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過後 整個比較強的北台灣地區的降雨 可能還是會下 但是會逐漸趨緩這種情況 可能大家要有一個準備 就是在下午到晚上之間 下雨的形態隨著台灣地區的風場 加上颱風的遠離 在西南風的風場之下 中南部地區的降雨量就會持續的增加 這裡要提醒大家留意的 既然現在颱風還在 台灣地區的北台灣地區 它強度已經盪為中度颱風 未來持續會減弱 而且幫忙班既有縮小這種情形 這種情況之下 既然在北部地區 所以風浪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留意的 第一個就是 目前在台灣的基隆北海岸附近 以及馬祖地區都有一些比較強的震風 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到傍晚之間 這段可能還有9到10幾的震風出現 另外就在浪的部分 我們觀測到目前最新狀況 就是在隆洞基隆北海岸這個地方 有大概5米的浪高 在馬祖地區已經出現了6.8米的浪高 所以隨著颱風向北台灣靠近 這個地方風浪的部分可能慢慢小下來 但是還是要注意這種現象 至於未來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要留意 就是我們南部地區的降雨 既然從現在開始 台灣地區北部地區 在下午到8晚會出現趨向以緩和 所以我想說 把一些目前我們預測的情況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在今天上午這段時間 台灣地區特別在清晨這段時間 這個方向有做一些改變 其實快速轉變的旋轉的流體 它在行徑過程當中 就會有偏北黑系這種現象 正好在今天凌晨到清晨一段時間 它原本應該要進到台灣北部海面 它這段時間偏北的分量是比較多 所以造成了台灣地區 變成離它比較遠一點 所以在整個雨量跟風的部分 是稍微有舒緩這種現象 不過還是要跟大家做個說明 從7號到目前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台灣地區的實測的觀測資料 是這樣子 我就封來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說明 因為台灣地區確實沒有錯 是稍微颱風偏離了台灣 有大概50到或是80左右的距離 這樣的情況的話稍微偏離 台灣地區的整個風跟雨 有明顯的一些差別 在風的部分的話 在沿海地區 我們有觀測到9級到11級的 實測的強陣風 陸地上確實沒有那麼大 但是時間也會水沒那麼長 其實我們觀測到 其實都平均有落在 8級 9級 10級 一直到12級的陣風 只是時間跟它的強度 沒有預期來的全面性的那麼大 但是觀測到確實有這樣的數據 主要是跟颱風偏離我們 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這種入差 接下來雨量的部分 如果就地點來講的話 也跟我們預期沒有錯 是以北台灣 特別是陶竹廟跟北部的山區降雨為主 到目前為止 特別今天在最接近台灣的對斷過程當中 我們累計降雨量 總共大概已經下到378毫米的雨量 就在我們新竹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基本上也有大概300毫米以上的雨量 這樣的雨量的話 我們預期 稍微提醒一下 這雨量的話 我們預期在今天下午傍晚以後 就會逐漸趨緩這種情形 這是我們實測的雨量 跟實測的風力 陸地上特別是沿海地區 確實有觀測到這麼大風浪 在我們的城市裡面的話 可能受到地形的影響的話 加上颱風稍微偏移 可能不是那麼全面性 或是比較大的這種情形 但是確實在我們預測 我們本來預測 9到10級達到碰價標準的這個range的話 很多地方確實也有達到這樣的標準 只是在程度上跟時間上有一些差別 這是我們截至目前為止 颱風即將遠離 對北部地區可能影響會趨緩這種 這個時刻呢 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颱風特別在今天 比較明顯的時候 目前所呈現的最新的風雨的狀況 至於未來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颱風未來會持續遠離台灣地區 但是南部地區的雨量不止今天 可能從10號之後呢 颱風遠離解除警報之後 我們台灣地區 中南部特別在高屏山區的雨量 可能強降也會持續好幾天 在此跟大家事先做個說明 這是這一節的最新的台通動態說明 得到達什麼房子 會不會不斷設計 不斷設計